在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正在日内瓦举行 中国在会上多次发声批评西方国家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 有西方国家称 中方反对麦克风外交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立场似乎出现了变化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表示 中方反对一些西方国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 这是正义的呼声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多次 对一些西方国家的人权状况表达关切 敦促他们采取切实措施 解决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 反对他们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 这是正义的呼声 汪文斌指出这些西方国家出于政治动机 基于虚假信息以人权为借口向别国施压干涉别国内政 是这些西方国家以教师爷的姿态 对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 指手画脚 点名羞辱 独化人权理事会的合作氛围 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他们口口声声说欢迎批评 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他们的人权问题表达合理关切时 他们却感到极度的不适应 甚至不接受 说中方搞麦克风外交 干涉内政 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充分反映了他们根深蒂固的傲慢偏见和虚伪 汪文斌最后指出中方奉劝这些西方国家能够认真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老老实实地证实并解决自身的人权问题 不要再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